看销量买车到底靠不靠谱呢 销量高一定是好选择吗 我觉得这事咱们得结合榜单聊一聊 咱就看一看上个月 各级别轿车排行榜的一个情况 先说说小型车这个级别当中 我觉得这个级别没有什么意外 比亚迪海豚名列榜首 销量把第二名甩得特别远 它销量是两万六千多辆 而且作为一款轻动员车型 能有这样的成绩 就真的让人挺意外了 咱说小型车一般来说都是家用代步 对吧 而且像海豚这个车 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考虑第二辆 增速的时候买这种车型 城市用够灵活 而且后期成本低 所以你看 我觉得买这个车型 要么就是年轻人买城市代步 要么就是家里第二辆车城市代步 所以销量还是挺大的 海豚这个车优势在于好看 全天续航呢 你可以买那400公里版本的 城市用足够了 咱说日常使用 比亚迪海豚这车的实际续航表现 跟同类型相比还是挺出色的 所以大家买这车没毛病 推荐自由版 11.28万元 如果想配置高点的话 可以考虑那个时尚版 那第二名 这个丰田智炫 这一车就我觉得就是一个 纯出行代步工具了 配置呢 没那么高 你单分想配置高点 一看价格就得八九万块钱了 所以说基于价格啊 买个低配就OK了 丰田的车型啊 给人感觉就是偏工具手术 特别强 日常代步呢 就OK 配置没有什么要求 再说这个车 满足城市代步 就把货了 占个号 还可以 那第三名 就是飞度了 飞度确实 一个月卖3400多台这个量 表现跟当年的飞度 可是差太多了 我觉得两点 一个是现在飞度啊 价格太贵了 第二呢 是第一配置 配置太惨了 所以说你但凡 能拿到出走的配置 都得在10万左右 你要10万块钱买一飞度 现在看的就不太值了 所以大家选择 还是有理由的 这车还是那句话 就买个城市代步 买个低派就行了 所以说花十一二万 你买个中国品牌的 SUV它不香嘛 对吧 所以它确实就买不动了 紧凑性 这个级本当中 应该是这个竞争最激烈的 销量第一名 宣逸 没有什么争议 对吧 但是它的销量 已经达到了 两万两千多量 在这个级本当中 我看了一下 你销量啊 但凡少于一万二 你都进不了前十名 像竞争的有多激烈 宣逸呢 我觉得还是那种 日常家用代步需求 对于派置要求不高 但是我希望车的 这个整体的稳定性 更高一些 没什么大毛病 你买轩逸OK 但是从整体看呢 我觉得轩逸卖的最多的 还是那个轩逸的经典 轩逸啊 我觉得 侵略比表现一般 除非中断运回特别大 才可以 要双逸经典的话 89万万钱 买那车还是合适的 朗逸第二名 两万一千多辆 朗逸这次 可以说换代改款之后 整体感觉 比老的 确实要更加的好看了 那是呢 功能上也进步很多 包括那个 十二日子的那个大屏 所以说朗逸 能买到好业 是有原因的 另外呢 这个朗逸 个人建议买 1.5自习的版本 然后动力上 其实更稳定 虽然这个动力没那么强 但是后期费用相对会低一些 对吧 保养也好 第三名速腾 速腾是这个 这个月刚刚挤进 前三名的 可以想到 为什么 因为应该是 价格优惠够够大了 速腾之前中断 能优惠个两三万块钱 所以说 如果现在你的中断 能给到三万块钱左右优惠 这车就合适 你要给太少 就不太合适了 那优势就是空间大 就是相比朗逸 卡娃拉 雷灵 就这些车上来说 它的空间是更大一些的 而且车人尺寸 已经接近中型车了 所以说 你花了这个十二三万 看着 像这个帕特 麦腾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速腾的优势 你像什么卡娃拉 雷灵 这一个月卖一万五六的 都挤不到前三名 想这个市场得多激烈了 到了中型车市场了 其实这个市场 应该是目前 大概观众度比较高的 你说我家里第一辆车 可能都会买到 大概这个价位二来万 凯米瑞 第一名 一万九千多辆 凯米瑞这个市场的 这个口碑 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 稳定 对吧 保值 那么我也看了一下优惠 据说 能给到两三万 你要真给到两三万的话 买凯米瑞还是相当合适的 之前凯米瑞最高 就给的一万大几 就不错了 所以现在 如果能给到三万块钱 优惠的话 合适 开始方面 就买豪华就行了 就不管你是2.0豪华 2.5豪华 或者说是混动豪华 混动豪华呢 有点贵 所以说 我刚才说了嘛 基于三万优惠 这个车就OK了 第二名海豹 海豹作为一个新端车型 一直有着不错的 这个时长表现 上个月卖了 一万五千多辆 海豹 在这个级别当中 你要说主打 打空间呀 对吧 它并不是这种车型 主打什么 主打是第一 年轻 运动 好看 那同时 它二十倍出头 就可以买到 五百五公里 虚强的版本了 所以说 基于比亚迪的产品 口碑 耐用性 要包括这个 虚强能力看的话 这个车型OK 配置方面 五百五公里 这个标续的 分成两个派制 精英型 尊贵型 主要插在了 前排座椅加热 通风 还有单单音响上 所以我觉得 买第一排就足够了 第三名 雅阁 你看 雅阁 凯威蕊天烂 就这层一直处于 是这个 这个级别的前几名 经常会出现 那雅阁出现的原因 我觉得 跟优惠有关系 因为据说 明年 会来换代的雅阁 所以目前雅阁应该处于是一个生命的这个尾端了 该换代了 所以优惠大 雅阁这边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这个买到1.5T的豪华 或者欢夜尊贵 对吧 混动呢 买到2.0的这个锐灵版 或者换夜锐质版 就是老司机 可以买配置低一点的 如果是新手 或者经常跑高速的话 你可以买配置高一点的 雅阁的优势 跟堪米热相比的话 后排空间会再大一些 同时底盘更扎实一些 但是它因为底盘比较低嘛 所以上下车的一个轻松感会差一些 你要家用 没什么需求的话 就一般代步车 堪米热肯定合适 你要说我年轻一点 这动力要求高一点的话 买雅阁就可以了 那最后啊 说说中大型这个级别 这个级别当中 应该是大家选择这个 怎么讲 就车上选择比较少的 咱都知道 之前就是王马5系 奥迪A6L 奔驰一级 对吧 现在可不是了 我说现在这三个车 都没挤进前三名 能想象吗 第一名谁呢 比亚迪汉DM 第二名 汉EV 就这个程序上我看完之后 我也非常吃惊啊 第一名第二名 被比亚迪汉霸占着 如果按车系来看的话 那光汉那个车系 在这个级别当中 一个月就卖了 三万一千多辆了 两个加一块 这个简直太让人羡慕了 因为再往后的话 像迪克001 也卖到了一万一千多台 可以说你看 这个级别当中 一般在 得在三十万左右的预算 大家会选择这些车型 所以说一个是 我的购买的消费者 经济实力更高一些 另外呢 大家愿意接触这些 新端车型 虽然这也跟这个 目前新端政策推广有关系 但是你想 鸟哥几年前 肯定没有人会花三十万 买个新端车型 现在不一样了 对吧 那之后 第四 第五 第六 才是咱们熟悉的 宝马5C 奔直一级 奥迪A6L 我觉得啊 这是大家 消费理念的一个转变 一个是我买新端车型 确实我的这个 出行成本更低 而且我觉得 买这个价格的车型 家里肯定不止一辆车 这可能是第二辆车 它愿意去接触 更新更多的产品 所以说这些新端车型 会挤进前三名 那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上 想说看销量榜单 买车有没有问题 想说基本上没问题 能卖的好的车呢 那确实都是消费者认可的 所以这个没毛病 但是如果你有些特别要求 比如说我不想买街车 对吧 我不想买跟别人一样的 其实那看榜单买车呢 就不太合适了 因为你不想跟别人撞伤的话 这辆车你就不用考虑了 当然我也不太建议你买太冷门了 因为那东西保值吧 确实未来是个问题 所以还想了解 更多买车问题呢 可以跟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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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